永和药顿排骨原本是在庆丰村 疫情的影响了停业半年 为了延续店面可以永续经营 业者李金宝和好友吴芳平 以伙伴关系共同经营 迁移到了花莲市的美轮地区 希望可以把四季养生好味道 推广到更多地方 原本永和药顿排骨在庆丰村 因为疫情的影响停业了半年的时间 业者李金宝原本要全面退休 但碍于老套的需求 并且转向和好友吴芳平合作 来允许这好滋味 最近是为了疫情的关系 我们店里有稍微停一下 然后想说年纪也大了 想要就照着这个来退休 没想到客户很多很多 一直打电话给我 所以以企业的心情来传承给他 为花莲更多的朋友来服务 业者我旁边表示 他是桃圆人 两年前搬到花莲从事买卖的工作 由于想要在花莲定下来从事餐营业 得知好友有一手好手艺 并且与他合作 把原本的永和药顿排骨店 前移到美轮区中心路 在10月10号这一天 正式开卖永和药顿排骨 来传承他的养生食品 因为大哥的药材 他的材料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 不是单纯我们说药房去买到的 这么简单 不是几种药品配出来 就可以成立一个药顿排骨 那大哥的药顿排骨里面有30几种 但他的烹调房子将近要6个小时 单纯的药品的提炼出来 然后加上肉品的鲜度完美 才能呈现说我们口口相传的 真的很浓郁的药顿排骨 前来平常的客户则是相当赞许 这古早香醇药膳美食 好吃 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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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 好吃啊 它很浓郁 很香吗 药味很够 药顿排骨是属于温和滋补的药膳美食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有当归红枣枸杞 腹肉等30种药材熬煮而成 尽为养生美颜助神为主 是全方位补充益气的养生药膳 如同小朋友拿起牌子一样 喝我一口就忘不了永和 敌河季保表示就新制店面迁到美人地区 也欢迎了客户 请来品尝 记得聪明 欢迎收到